以前大使掌握在关东处理 那种桌巷啊 宗啊 任意接户的事情 可说讲经说话 讲经说话也不像我这样子东倒学外的 他坐着不动的 他到东北极乐寺去传界那一年 我没有赶上出家 他刚一传完了我才去 民国十八年 民国十八年 那他传界做的那个法座上不动 真正不动 关东处理规矩讲经不能动 手也不能摆 就是做着真的假 如果你要是听得不专一的话 很容易睡觉 他这个姿态完全完全不动 听说是为了传界的一座是亲交的 那是应该不稀奇了 他超过十七个小时的记录也很多了 又从最后一站站出来就知道 我想应该这个是普通的了 因为这个不算的不算了什么了 因为我们现在我的身体胖的站不住了 要在丛林里面也是经常站着 站着 这个做站他就练了 平常都是练的 提前大师他能在圆基前呢 他能讲经说话种种亲情的那种 他讲经说话好像第一个就是他不动 不动 绝对不动 身心都不动 你旁人跟他不能比的 你像在极乐寺传界 他做德界和人中间不动 旁边杰摩教授经常换来换去 他可以 就讲经也是不动的 讲经他那个发挥简直说 说我们那个时候学的就是不准喝茶 讲经不喝茶呀 不擦脸呢 就是那个时候他规定的 他说一喝茶就把这个 这种这个思路给切断了 大家也是练这个东西吧 所以冠中寺出来的法术 他好像没有这个习惯 他也不渴 越讲他越不渴 但是不能吃太咸 吃的太咸会渴 所以我现在不能吃盐 不能吃味精 吃味精口会渴 吃盐也口会渴 他这个循环那种东西嘛 那么他这个修观的时候 他就用这个舌尖顶上额了 把这个水分细上来了 他讲经的时候 他就无形踪 我们修观的时候 把舌尖顶上额 这是一个动作 搞成习惯了 他这个水分自然而言 往上滚 滚拱往上流 火气就降下去了 火气降于这个思路才好 如果头脑有火气 这个思路不行的 就乱了 火就烧了嘛 火往下降 水分往上升 这个头脑清醒 头脑清醒 他就注意这个发挥啊 他就有一贯 一贯性的 所以讲的头头是道 那听起来真是 发挥充满 就等于吃干露一样 但是我们那个书不行 小啊 听过之后好像就忘了 听的时间很不错 听过之后就忘了 不过我亲戚呢 很短呢 但是民国二十一年 二十年 二十一年的时候 就原地了